世界臺灣商會聯合會議今天舉行 在總統賴清德跟柏柳總統會數人親自見證下 臺商和柏柳正式簽署了投資聯合聲明 強化雙邊的觀光合作並且共固邦誼 賴總統也感謝臺商作為臺灣與國際間的橋樑 強調要打造民主供應鏈 強化跟世界各國的經貿夥伴關係 請交換 柏柳總統會數人特別抵臺 在兩國總統見證下 世界臺灣商會與柏柳正式簽署聯合投資聲明 進一步深化我們友邦的觀光合作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會數人總統 以及柏柳共和國 對臺灣強而有利的支持 11月份柏柳共和國總統就要改選 現在對他來講是非常珍貴的時刻 他仍然不容來參加我們的盛會 臺商日前赴柏柳考察獲得柏柳總統會數人親自接見 如今雙方也正式簽署投資聲明 賴總統感謝臺商作為我國外交力量的延伸 現在我們世界臺商總會已經是臺灣跟國際的重要橋樑 各位不僅僅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其實也協助臺灣跟各國建立更友好的友情 落實經貿外交來政府推動半導體AI軍工安控通訊等五大產業發展 打造民主供應鏈 在民主陣營重新打造民主供應鏈的時候 我們會有地緣政治變化所帶來的產業紅利 每台軍工產業的合作會議 美國的軍工產業的領頭羊來臺灣協尋合作的企業 就可以看得出來五大信賴產業都符合地緣政治變化 民主陣營的需要 發揮臺商的力量鞏固邦誼政府民間通力推動 緊貿外交深化與民主盟友的夥伴關係 記者鄧銘 呂欣銘 蕭瑞生 高雄台北綜合報導